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BMI的计算器 然后公式部分,我刚刚有提到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必须是公尺 所以如果你输入完之后,记得 如果假设一般,我们的习惯是公分 所以理论上,还是可以让它输入公分 然后我们再把它除以百 取得一个变数值,那就是它的身高部分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可能要特别注意,身高的平方 平方部分上个礼拜有讲到 你后面加个乘乘2就可以了,就是它的平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计算? 首先,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先计算BMI 那一样,我们先开一个新的文件 首先的话,我们让它input的一个资料 input资料的话,就是让它要按计输入身高 OK 那假如说,我们要输入一个身高 假设185 OK,185 可是输入一样是文字,你必须要把它转换 有没有,听听说 所以如果假设 input 我前面讲过,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185的话 不是,185.5 假设有小数点 那你如果输入的话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185 5.5 没有字串的符号 那我们外面其实是可以加一个flot 那一样,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输入是一个公分 那因为它介绍的公分一定要是公尺 所以后面再加上除以100 OK 所以185.5 那就输入之后变成1.855 OK,所以除完之后 记得这个加一个flot 但如果你 假如 会有个问题 如果它是整数 也有可能它是有小数点 那如果要避免不确定因素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flot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 叫EVL 这个 那干脆用这个 这个好像比较万用 因为这个的话 就是不管说 它到底是有没有小数点 你就不用 不然的话 如果flot的话 假如它输入一个整数的话 它变成点0而已 OK 它还是可以过 只是会比较多问题 所以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请输入身高 请输入体重 然后输入完之后的话 BMI 那就是刚刚等于什么 BMI等于 体重 处以 有没有 身高的平方 身高嘛 乘乘2 OK 那就把这个计算公式给完成 OK 乘乘2 应该这样就对了 然后呢 我们最后可以把BMI 给print出来 print了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比如我执行一下 请输入身高 185 体重85 Enter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 它会计算出BMI 可是呢 接下来 我如果希望呢 这个BMI的结果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就好了 那怎样 刚好可以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们就必须要学会所谓的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 跟以色尔里面的格式化蛮像 以色尔蛮简单 以色尔不是去除小数点 增加小数点 或者是直接按右键 什么 除此格式 改一下 看要几位就几位 那同样的方式 只是说因为 以色尔是有图形化界面 但是在帕律里面 你如果要格式化 你就必须要学会 我是建议的 你可以学会一个函数 叫做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那你可以怎么样 跟他讲说 我希望帮我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 那你必须要给他的这个格式化的公式 那格式化公式的话呢 一般会是在一个字串里面 增加大瓜虎 里面的话呢 那你就加一个冒号 如果他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你就加一个点2 点2的话是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后面加一个f f的话 其实有点像是float的缩写 意思是说 如果有小数点 那我帮你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是他的规则 你可能想出来 是那个规则 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第二个单元的第12页 这边其实有一些格式化 的相关功能 那理论 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有 比如说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这边就有他的一些相当格式的规则 OK 其他还有 比如说你要对齐 靠左 靠右 空白 或者说前面补几个0 其实这边都有 其实还蛮像 以色尔里面的格式化的概念 好 那我们假设 以加了格式之后 后面记得 你就在这个公司后面加一个点 format就可以了 点 加一个format 放大一下 Ctrl 加 OK 然后呢 在瓜糊之后呢 传一个参数给他 这个参数 主要就是前面如果你有几个大瓜糊 如果一个大瓜糊 你后面就必须要带几个参数给他 也就是把这个BMI的值 刚刚BMI是这么长一串的一个数字 有没有 那如果假设 我把这个BMI 这个M 丢到这里面来的话 他就知道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数就好了 所以格式化结果 应该看到的结果应该就24.83 后面的东西就不会显示出来 大致上是这样 OK 所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请输入升高 183 85 Enter 那得到应该 应该经过format 就是应该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Enter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他就会出现了 格式化的结果 那应该是45路 所以你会看那个83 会不会5 所以他就进一位 所以得到的结果 那就是24.84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部分的程式 那这个做完之后 后面我们再来做逻辑判断 根据那个得到的结果 比如说他是24.83 那应该他的逻辑应该是哪一个呢 这个有个表格 所以他应该是差不多24 介于24到24 所以他是过重 OK 那多少才没有过重 所以也许可以 那你们可以在那边试一下 如果假设185 身高185 85过了 那80呢? 也许可以开始计算 你这边23 所以如果身高是这样子 体重是这样子 那应该这样就算正常的 OK 所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BMI的这个部分 先试试看 那我刚刚写的这段程式 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10页的地方 不过我是要把那个Fresh改成Evo 那你们可以试着改改看 OK